我会看我能不能翻到他的朋友圈 如果那天正好翻到了 我就给他点个赞 回缘 对 其实我刚刚说的是一个 大部分90后现在会采取的态度 就是发不发 无所谓了 回不回 无所谓了 点不点赞 无所谓了 这后面的原因就是 当我们逐渐走到30岁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四分之一人生危机 它指的大概是在25到30岁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人的性格 其实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人们变得更尽责了 真是个好消息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同时我们会迎来另一个改变 我们会变得更容易迎合别人 这个跟随缘 跟点赞 其实它是背后的心理学原理 我不在意你发给我消息 反正我看到了我就点赞 在半个世纪以前 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 就做出了一个机器对话人 叫Eliza 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轰动 她没有任何知识背景 她什么都不知道 她唯一做的就是 她学习了一个心理分析师的说话方式 她会听你说的东西 吸取你中间的关键词 然后重复吐给你 仅此而已 然后就这样子诱导你 一步一步一步说下去 你最后可能聊上好几个小时 应该是蛮没有朋友的吧 我也觉得她的聊天很无聊啊 你想想看半个世纪以前 我们就能发现 这样子的聊天方式 能让人进行几个小时的聊天 未来的社交 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完全不知道 我们今天在讲社交的前规则 前规则是什么 前 沉默的规则 是 就是一种默契 沉默的契约 未来的时候 当我们用AI来解读 人类的对话模式的时候 可能完全没有我们今天讨论的 这么多规则 这么复杂 有可能未来的社交网站上面 你不一定回对方表情包 或者文字 你可能会回一个问题 让对方更有意愿 把他的心情往下讲 那就是一个成功的社交过程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 她刚才这番话 你想要给灯吗 她跟这个点赞的这个行为 离得有一点远 所以我这个灯先不给吧 你说的都对 我呀 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一点干货 这个好 干货干货 约文齐翔来 听一听 我说一下你不能做什么 我们呀 之前有总结过 社交平台 十大令人反感的行为 原创的还是超来的 他应该只是某处看来的吧 是吗 是我原创 是我们统计 统计出来 是吗 对 他们就是做社交软件的 不是现成的答案 不是 是他们原创的 OK 十大让人不爽心为 第一条是乱发语音 对 不管人家忙不忙 你上来给人发语音 这样的人 一般不太容易要到赞 第二是狂发动态 这说的不就是你吗 大家今天屏蔽你 就是因为怕你狂发动态 注意 我们的社交媒体是干嘛 一定程度上是叫 提取有效信息的地方 狂发屏 意味着你的信息 会吸食大家注意力 第三条 多年不联系 上来直接说 可以赞我一下吗 非常痛恨这种 现用现交人 临时抱佛脚 我的天啊 从来不联系 就让我给他点赞 行什么呀 下一个就是 乱评论人家的朋友圈 举个例子 刚当爸爸妈妈的年轻夫妇 晒了一下自己的宝宝 孩子好丑 对 所以这个是很多大家有时候忽视 就你在公共场所开玩笑 是一定要非常谨慎的 真的是社交潜规则 这些很好用 还有第五个啊 就是突然聊天的时候消失了 有些很忙啊 聊天总得有中断的时候啊 正常情况应该是我去忙了 或者回聊 有一个终止 不然的话 对方可能会认为 我们的对话还在继续 他可能在等着 你说隔了三年 他还以为 对 好啦 这个提醒也很有道理 对 虽然我大部分朋友都消失了 第六个啊 乱发色情图 有很多表情包啊 带有色情意味的 你不要乱发 这一则是自我反省之后的 不要让自己显得猥琐 对 第七个呀 大家可能也都感触比较深 不回人家微信 就发朋友圈 这种很受伤 你们真的很麻烦的你们 这个我就会追问 你为什么不回我 好啦 这个提醒也蛮有用的 因为好像蛮多人这样子 还有第八条是说 跟不熟悉的人 直接播视频聊天 有 咱关系没有到位 我不想给你看我卸妆的样子 你卸妆差很多吗 就大概这个 就是大概这一种 他现在这样的 他卸妆后 可能就是很辛苦 这个在很多人看来 是一个非常冒昧的事情 很冒犯 非常冒昧的事情 第九个 大家肯定也很反感 被群发测试 是否还是好友 我就删掉 最后一条 非常重要 就是 未经允许 擅自把 朋友的微信名片 推荐给别人 你太棒了 你今天讲所有的非常好用 所以如果做了这十件事情 不要说是跟我要一个赞 你就是违背了 社交网站上面的 很多社交的规则 对 点赞 我很意外 他有归纳出这些原则来 可是这些原则的确很有用 所谓的社交 就是跟别人打交道 一定要在乎别人的想法 那只好弄清楚 别人是用什么方式 在看待我们 好啦 齐安兄 你的提醒都很有用 蛮好 蛮好 谢谢 说的都对 谢谢康彤 谢谢美 知识筹码麻烦赵老师交给 张晴安 很有味 这世界很酷 这世界很酷